小熊 哈哈 人物完成 我的作业本那么不见了 没有作业本我怎么写字呀 这几本作业本不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到底是谁的 你们看 上面写着送给熊妹 熊妹 这是送给你的本子 真的是送给我的 可是这是谁送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告诉我吧 哎呀 管他谁送的 你就拿着吧 不行 我不能呀 而且我的作业本上 还记得很多知识点呢 我就想要我自己的作业本 熊妹 你怎么了 老师 我的作业本不见了 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呢 岁北大宝 快帮熊妹找一找 好的老师 老师 我们到处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 熊妹 你好好回忆一下 你的作业本 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找上来的时候 把作业本放在桌子上 然后 就去上厨房了 可能本子就不见了 会不会是被人拿走 抄作业了 只有你才会抄作业吧 快说 是不是就是你拿的 你胡说 我的作业早就写完了 我才没拿呢 我 我觉得应该是黑暗魔王拿的 有可能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黑暗魔王 你拿熊妹的作业本了吗 我有很多作业本 还不会拿熊妹的呢 那可不一定 也许是你作业不会做 想抄熊妹的作业呢 我说没拿就是没拿 不信你们问可可 哥哥一直和我在一起 真的没拿熊妹的作业 奇怪 那会是谁拿的 教室不是有监控吗 你们看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黑暗魔王 谢谢你 开始播放 熊妹 你可别怪我 我只是在帮你 怎么是小雪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作业本 小雪你也太过分了 熊妹 别哭了 我去帮你捡回来 这是你的作业本吗 是我的 小雪还写着我的名字呢 这个小雪 她人呢 不会是做了坏事怕被发现 不敢来学校了吧 大宝 你别胡说 我之前看见小雪去商店了 小贝 你就别提小雪说话了 这件事就是她干的 哎呀 你们别吵了 我们还是问问小雪吧 这个本子不是被我扔了吗 你们怎么捡回来了 小雪 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 这事太过分了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不是不要 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因为熊妹只有这一本作业本 每次都是洗完了 再用橡皮擦掉继续洗 所以我就把她的作业本扔了 又把新本子放在了她的桌子上 原来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熊妹 我怕熊妹不接受我的帮助 小雪 谢谢你 不客气 我看你的铅笔也有完了 这是我新买的 给你 小雪 你真棒 奖励你一朵小红吧 老师 谢谢你 小红们 我们平时 要关心爱护同学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新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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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